費錢 費錢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我們這個就知道很費力這樣 大賣場人員鬼鬼祟祟 原來是在和廠商私下收取貨品上架的費用 收下廠商給的東西 立刻將架上商品下架 換成廠商的貨品 但這樣疑似私下交易 迎來廠商指控 口中說的落地成列 其實是額外付費 廠商指出大賣場成列的貨價 位在中間 視線直接接觸的黃金位置 要另外收取8000到12000元不等 其他牌則不收費 如果想放在最顯眼的地方 例如走到中間 則要收12000元起跳 但是還不能保證能夠放多久 因為隨時有可能其他廠商出價 原本的商品就會被下架 遭質疑上架費根本不合理 拿出對話記錄 廠商不但指控兩販賣場 用各種明目收錢 還主動要求三節禮品和現金 讓他實在超傻眼 授權人員才可以跟我們聯絡 可是卻沒有 都是交流不發給族聯邦的份子 另一名廠商則拿出電子郵件 質疑為什麼和大賣場的書信來往 要轉給其他的人 而這名微信主管 先前因為涉嫌和竹聯邦成員勾結 私下和廠商收回扣遭到送辦 對於指控知名量販賣場 提出五點聲明 強調和廠商之間的費用 僅此於書面 款項都匯進公司的賬戶 而且只簽一份合約 沒有私下收費 否認不實的指控 記者林俊鋒陳一如台北採訪報導